大家好,我是學良 我現在所在位置Basel 2018年錶展現場 Hamilton今年飛行錶100週年 所以特別推出眼前這一款 就是卡其系列的X-Win 御風者計時馬錶 100年就這麼一次 今年全新的錶款 跟過往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在於說他首次搭載了這個矽油絲的機芯 而且經過了COSC天文台的認證 特別去強調他在機芯 以及在精準度這兩個方面 首先講一下Hamilton跟飛行之間的關係 從1918年開始 Hamilton就開始在為美軍製作飛行錶 因此飛行一直在他的品牌DNA之中 佔有非常重要的份量 那今年的飛行錶100年 當然要特別去推出一個限量的款式 那今年的這個限量款式 你可以看到它依然延續了 這個御風者X-Win的系列的功能 包含了什麼呢? 包含了你可以看到左邊的部分 它是計時馬錶 那右邊還有這個所謂的飛行滑齿 跟測風速等等的一些功能 但是這個都是非常專業的飛行功能 所以你要問我說怎麼操作 事實上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為之前有稍微學過一次 但是因為沒有實際在開飛機的人 對這些數據 事實上應該是沒有感覺的 不過我還是簡單操作一下 首先它的飛行滑齿的部分 表圈它是可以旋轉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這個刻度 精密的對照 可以去計算很多相關的資訊 那另外在左邊的部分 這兩個部分 一個是調整視窗內的數字 另外一個是調整 它是屬於所入式的 所以這個使用完了要把它轉回去 另外一個則是調整 這個內置式的表圈 你可以自由去調整 自由這兩個數據的對照 你就可以測出它的 譬如說測風之類的 這些相關的數據 那再來呢 它計時馬錶 因為它這個計時馬錶 龍頭它坐在左邊 所以它在使用上 跟一般的計時馬錶也不太一樣 它是等於是把這個機心做了 180度的倒置 因此它的啟動 你要轉到這個方向 啟動 你可以看到它計時馬錶就開始運作了 等於是把這個機心整個倒置過來 停止 然後歸零 這個操作方式 跟一般的計時馬錶是 如出一側 只是說它的配置相當的特別 那左邊龍頭的部分 來 那看一下面盤的部分 除了這個機能性非常強的 那這些所有的飛行滑齒跟相關的這個數據 全之外呢 在整個內側的部分 也是包含三個主要的錶盤 那這是這個大計時秒針嘛 那這樣這個累計的分鐘小時盤 在這個三點鐘方向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雙色的小秒盤 那六點鐘部分呢 這個是累計的分鐘盤 但是它特別做成一個像這個 這個Hamilton H-LOGO這種停機屏的這個圖案 九點鐘部分呢 則是日期新期 Day-Day兩個顯示都在這邊 機性的部分 今年剛才一開始就提過 它搭載了矽油絲 而且呢 為了強調它的這個專業精準度呢 特別經過COSC天文台認證 日無差在振漏複式之間 算是相當精準的一款錶 那另外 它在自動盤上面呢 它也搭配了這個錶圈的這些數據 有做一個換算的這個量尺 但是我不太確定它到底怎麼運作呢 這個都需要這個專業的機師來幫我們做解答 那當然它依然這個搭配了這個非常 質感非常好的這種 飛行風格的這種錶帶 上面有錶釘的設計 但是除了這個設計之外呢 其實它也提供另外一個選擇 我們看一下它的專屬的錶盒 我把它打開來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個款式 你買這個經典錶的套組呢 它其實會送你一個非常精美的錶盒 那裡面就有這個Hamilton logo的這個小飛機 那除了這個牛皮錶帶之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鏈帶的選擇 那這兩個樣式呢 其實它的限量是全部加起來只有 就是1918指 像這個100年前這個Hamilton最早的飛行錶 致敬 那加起來是這個1918那這怎麼算呢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購買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你要這個皮帶款還是鏈帶款 但是全球加起來就是1918指 好 那但是在定價上面當然若干有差異 這個皮錶帶的部分是81300 那至於鏈帶款呢 這是83900 這是今年Hamilton針對飛行100周年 所推出的卡其系列遇風者 X1 X-Wing計時馬錶 X2 X-Wing計時馬錶